不过航空业者原本以为今年渴望受惠于旅游需求回升 如今却又受到油价高涨 轻时获利 国际原油价格过去三个月大涨30% 沙烏的阿拉伯与俄罗斯本月稍早宣布延传减产措施后 更加速油价上涨趋势 拖累标普航空业指数上周收盘跌入熊市 根据统计 美国主要机场的航空燃油平均价格 较两个月前上涨了38% 而且飞机维修成本也高于预期 导致达美航空 美国航空等都下调猜测 在加上最近美国汽车联合工会 以及先前的好莱坞编剧罢工 对企业与产业营运造成冲击 航空夜市井类似的成本上升将侵蚀利润 不过专家长期还是看好航空夜的后续 小摩分析师就认为 趁航空股处于低档 可以考虑长期布局 基新闻综合报导